那时候耶稣进了圣殿 教导人的时候 司机长和民间的长老来 到他跟前说 你凭什么犬病做这些事 谁给了你的犬病呢 耶稣回答说 我也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若回答我 我就告诉你们 我凭什么犬病做这些事 若汉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天上来的 还是从人来的呢 他们心中思量 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 他必对我们说 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 我们又怕民众 因为他们都认为 若汉是一位先知 他们便回答耶稣说 我们不知道 耶稣也对他们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凭什么犬病做这些事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在哪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现在进到这一段福音里边 今天是 耶稣在圣殿讲道 然后圣殿的长官 就来问他 谁让你讲的 我们批准了吗 就好像今天 如果有一个人来了 就在堂里讲 可能别人问 神父你知道吗 谁在这儿讲道理呢 可能我要问问他 谁让他讲的 是主教批准了 还是谁让他来的 不然我不知道 你随便要讲什么 这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耶稣到了圣殿里 他就讲 结果有人就说 谁让你讲的 谁给了你这个权柄 耶稣没有直接回答 耶稣说 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如果回答了我 我就回答你们 若汉 谁让他讲的 他是从天主来的 还是从人来的呢 你们告诉我 然后 对 你们知道是从天主 可是当时在场的人 都不敢说话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 不敢说话了吗 不知道 他们如果说是天主 那耶稣就说 为什么你们杀死他 他是天主派来的 给你们讲话的 你们把他压在家里杀死了 你们真的信天主 还是假的信 所以呢 他们不敢回答 如果他们说是人 人派他来的 是他自己来的 谁也没有 他没有什么权威 老百姓们就不敢了 因为老百姓们都知道 若汉是个大先知 从四面八方 人们来听若汉的 所以这时候 他们就不敢说话了 我们不知道 这么明显的事 他们说我们不知道 耶稣就说 既然你们不知道 若汉的事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是从哪来的 意思是说也没用 若汉你们明知道 是天主派来的要杀死 我以后你们也会杀死 我给你们 现在多费这些口舌 没有用 你们该怎么着 怎么着吧 从这一段福音 我们看到 耶稣的智慧 我想首先我们看 他是天主 好多的时候 人们想拦住他 给他出难题 怎么样 最后达到目的了吗 没有 你还不用做什么 你也不用说什么 你心里想的 天主都知道 要不圣语上说 我洞察你的肺腑 不只是看表面 人看表面 天主看人心 你的肺腑里边 因为是他形成了我们 是他造了我们 就像 一个东西 你制造的 你知道哪个零件 起什么作用 哪个比较脆弱 哪个比较牢固 这个东西哪好 哪不好 你完全了解 因为是你手的作品 我们整个的来自天主 天主完全了解我们 一死一念 不用说出话来 更不用做什么 天主都知道 所以我们在天主面前 要满怀敬畏 不要藏着 瞒着 好像天主不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去办告诫 好像就是给神父讲的 我说好听点 显得我的罪还小点 或者找一个陌生的神父 去办告诫 他不会笑话我等等 其实我们到天主面前 要怀着信心 就像现在我们来这儿祈祷 是在天主面前 不是我做的 请整齐 让人看 不是 天主 我来到你跟前 你知道 表面上在 我们人心早出去了 想着别的事 根本也不听 天主知道 所以我们跟天主 忏悔 人看不出来 主啊 你让我的心 到你这儿来 我愿意赞美你 我不是为别的来的 天主就看我们的心 将来 耶稣再来的时候 审判我们 那时候 把每个人 这一辈子 心里的 隐藏的 人们都不知道的事 都要揭露出来 好的 坏的 都要上大屏幕 所有的人 全世界的人 从亚当 直到最后一个人 都要看 每个人的故事 所以要小心 我们每天 想什么 说什么 做什么 即使没有人的时候 我们也要注意 因为天主 会看我们 不只是天主 有一天 全世界都会知道 所以我要做好 让天主喜欢 将来 这些出来 天主会报答我 这是我给大家 想到的第一点 就是耶稣 什么都知道 现在 我们到他跟前来 他都知道 所以从心里 我们说 耶稣我爱你 天气这么冷 我还是来了 本来可以在家里 那么暖和 可以看电视 玩手机 可以喝酒 但是今天 有弥撒 你来跟我说话 我来听 我愿意跟你说 我爱你 我们心里 有这个爱 耶稣都知道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 让我想到 耶稣进了圣殿 教导人 他没有多少时间 要浪费 因为他知道 很快就要被人抓住 杀死 所以他走到哪里 走遍 各个乡村 各个城镇 走到哪儿都讲 他不知道 今天在这儿讲 会有危险吗 你们找他的城 找他麻烦 给他吵架 甚至最后 弄得很不愉快 他知道吗 知道 可是他就站出来 就在这儿讲 为什么 他看到多少人 在受着苦 他愿意拯救他们 如果在这儿 人们问他 谁给了你全命 他没有回答 实际上 天主派耶稣 到世界上来 谁给了耶稣全命啊 天主 从天上来的 所以耶稣是第一位传教士 我们以前说 欧洲的神父主教 来中国传教 耶稣是第一位 从天上 天父派来的 他的亲生的独生子 到世界上来 给我们传教 为什么 为了救我们 要不耶稣 生天的时候 留的最后一句话 你们要到普天下去 向一切受造物 宣讲福音 他把这个传教的使命 给我们 让我们出去 让别人听到福音 我觉得以后 首先是神父们的改变 神父们不再只是看 这些教友 都谁进堂 在堂里热心不热心 教会服务的时候 谁来不来 我觉得首先不是这个 神父们的重点 以后可能就是转向 那些不来的人 不进堂的 不认识天主 不信天主的 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 你们走出去 让万民成为我的门徒 给他们受洗 因父基子及圣神之名 教训他们 遵守我所吩咐的一切 神父开始把方向要调整 不只是看堂里边这些人 今天唱歌好不好 圣诞节节目 演的多少棒不棒 是不是开始准备了 这些都是次要的 所有的一个堂区的安排活动 都应该是为了传教 所有的团体 我们都应该记着 第一个使命是走出去 让那些不来堂里的人 开始来 让那些不信天主的人 开始认识天主 这是我们大家的任务 以后要走向这个 在耶稣心里没有别的 他说 人子来是找迷失的人 那些迷路 不认识天主 找不到天主 很痛苦 耶稣来找他们 今天耶稣怎么找他们 借着咱们 他的门徒 所以 教友们 以后我们要重新 拾起传教的热忱 从现在开始祈祷 就每天祈求 主啊 让我 把你介绍给身边的人 主啊 请你打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 谁 在受苦 让我找到方法 怎么样 帮他缓解 怎么样 让他认识你 透过我 所说 所做的一切 主啊 你帮助我 所以这个是我们 祈祷的方向 先祈祷就开始为这个 但是不只是祈祷 我祈祷吧 我就在家里祈祷 你们 去做吧 这个是一个懒惰 再热心的祈祷 不能免除 我们走出去的义务 每个人都要走出去 祈祷是一方面 耶稣走到哪里 都在教导 都在想奇迹 我们要相信 只要我们愿意走出去的时候 会有奇迹相随 天主的能力 一定会陪伴着你 只要你信 我愿意 主啊 为你作证 就有奇迹 你待在家里 每天就为你自己求 这儿痛 希望好了吧 那儿不顺利 希望解决吧 老师为这个 我觉得天主都烦 因为你光看自己 天主是一个救别人的天主 他不看自己 他是爱 他愿意 他的男徒们 心怀着别人 你们听明白了吗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 就为这个祈祷 为自己能够走出去 影响别人 认识主 我们求耶稣给我们力量 特别求圣母 他是被称为福传的明星 现在江灵期 特别让我们看两个人 江灵期的一个月 有两个榜样在我们面前 一个是若翰 他一个人生活在旷野 不知道享受 不知道舒适 为什么 他在大声地喊 让人们悔改 准备耶稣来 把耶稣带给人们 这个是若翰 另外一位就是玛利亚 他怀孕了耶稣 很快他要把耶稣带给世界 你看每一个天主拣选的人 都是有这个使命 把救恩 把福音 把喜乐 把安慰 帮助 带给别人 让我们也这样做吧 不要白白地过着一个月 江灵期 什么都没有留下 让我们开始祈求这个新火 能够向若翰 向圣母 在他们的榜样 吸引和帮助下 也能够把主救恩 带给别人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